上周六晚由新西兰中华教育基金会主办的主题为 《拖起明天的太阳》的慈善拍卖晚宴完美落幕 晚宴呈邀约220名来自新西兰各界华人爱心人士共襄盛举 共同关注中国贫困山区青少年教育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此次活动由Nooks10新西兰纳星公司冠名赞助 晚宴拍卖了20多件慈善拍品 共筹集善款约11万纽币 将全部捐赠给位于中国贵州云南和内蒙古地区的9所学校 及村庄兴建图书馆 新西兰工党国会议员霍建强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郑乔组 组长唐新领事 新西兰中华团体联合会会长郭宏先生 奥克兰大学创新研究院院长夏淑先生及媒体的朋友 也出席了此次盛会 未能清零现场的新西兰国会议员杨健先生 特为此活动发来了贺信 新西兰中华教育基金会主席汪斌女士 首先致辞 分享了自己投身公益的经历及基金会的运作流程 感谢了众多嘉宾多年来对于基金会的支持与信任 随后新西兰工党国会议员霍建强先生 分享了华企华商在新西兰经济发展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并倡导更多的华人爱心人士 力所能及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现场的各位爱心人士 踊跃投入到拍卖环节中 他们以爱之名 竞相抢拍慈善捐品 用实际行动传递着 拖起明天的太阳的力量 很多嘉宾也纷纷通过购买现场抽奖券和捐款的方式 积极为此次活动献助自己的一份力量 自从2006年到2017年 基金会以每年以一对一的方式 捐助中国贵州省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 每年200余人 共资助人数2700人次 共捐助或成立图书馆图书室24个 截至2017年 捐助范围到即贵州 内蒙 甘肃 新疆 陕西 青海等省区 捐助金额折合人民币达到数百万元